时隔九年的秘密终于被公开,和五人勤勾,汉格,汉格斯英斯,黑金第二,汇国无类新闻,格兰台卫尔罗特。 娱乐圈的乱。 娱乐圈内发展得更好,这些因素都不可或缺。 娱乐圈最震惊的丑闻,那么恐怕就是轰动亚洲娱乐圈的张紫妍事件了。 张紫妍是一名韩国女演员,应拍摄广告出道,后来也出演了许多优质的影视剧,例如超火韩剧《花样男子》,但就在她演艺事业巅峰时,于2009年她在家中上吊自杀。 她死后还留下50封230页的遗书,遗书里许多丑陋的真相被赤裸裸地揭露了出来的这些内容让这个亚洲娱乐圈震惊无比。 她在遗书中透露她于2005到2009年期间,一直被经纪公司的老板逼迫向演艺界。 金融业媒体借购34名人是提供了100多次被迫性服务,并且还有这31个人的名单。 最让人震惊的是,竟然有一次是同时和4名男子同床。 更加可恶的是,就连她父母的忌日,她也还是公司老板要求去喝酒赔睡,而她最害怕换衣服了,如果她稍有不从就会遭受经纪公司的殴打。 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韩国的娱乐圈。 是隔九年,南韩迷途反性骚运动兴起,张子言事件再次受到外界高度注目,南韩民众超过20万人在网络上情愿判重起调查。 目击者也现身,希望能唤醒迟来的正义。 可见这件事对韩国国民来说有多么轰动了,警方与检方在终于开始正式展开调查。 后来调查到在韩国节目举ATBC新闻室播出时,找过曾和张子言同一经济事务所的隐姓女星,她曾透露自己亲眼目睹在社长的生日派对上,张子言被逼迫坐在一名记者的大腿上,甚至还被性骚扰。 如此刑击额劣的公司是在令人发指。 并且时候这位好心的女星还向警方报案,前前后后提供了13次口供,可是警方依旧不相信她的说法,并且未有任何回音。 最后她发现张子言被迫服务的记者的妻子竟然还是检察官,对此感到了心灰意冷,最后她不仅没能救下张子言,还因为你这件事情内心遭受深深的打击,接受长达10年的心理医生的心理治疗。 最终她离开了演艺圈这个大染缸。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31人的名单至今还是每位公开不知道还会不会被神秘的力量所隐瞒,只希望能够调查清楚海九泉之下的她一个公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